石门区近来传出红火蚁入侵 今天农业局农牧科人员带着防治扩散的药剂 来到石门坑溪旁投药 为了传达正确的防治讯息 呼吁民众发现要立即通报 并且与以秋和平相处 千万不要破坏 避免让红火蚁来扩散 石门区石门坑溪旁 日前有民众发现有红火蚁的踪迹 在通报里长以及农业局之后 进来开始进行投药防治的动作 今天农牧科人员再度带着防治扩散的药剂 来到石门坑溪旁投药 为此也传达正确的防治讯息 要呼吁民众发现通报 并且和平相处 千万不要破坏 避免红火蚁举家搬迁 扩大占领的面积 那我们需要是说 我们农民配合的是说 只要看到这个以秋了 都不要去干扰它 也不要去破坏它 就它把它当作一个恶邻居和平相处 那我们会有一种药剂 就分送给每个邻居 然后初一十五就撒点药给它吃 就这样子 那蚂蚁吃的药剂 那个药剂也不能马上见效 它的药剂就是一种青春激素 就像我们人类的避孕药一样 那蚂蚁吃的药剂完以后 它所生出来的1500个卵 都是空包蛋 红火蚁的防治是长期抗战 所谓药剂并不是要杀虫 而是让以后吃下激素 繁衍空包蛋的遗卵 放慢繁衍的速度 最后以后寿命结束 才算真正的抗战完毕 还有里长也呼吁遛狗的里民 千万要绑身 将狗系在身边 避免破坏蚁丘 让红火蚁再扩散 今天公主发一张文 就是说 鹤里里长要在辖区里面去寻 尽量 所以石门区第一个发现 是监路里吗 其实是去人就有人被盯了 只是大家没有这种意识 没有意识到说 这个就是红火蚁有那么严重 像这种东西它杂实性的 我也劝那些有再遛狗的 它们就是要注意 不要把狗放在草地里到处跑 这样狗被盯到 海米主人知道有处理 但是如果它还是会 扩散到保险人之后 就怕狗变成媒介是不是 对啊 目前石门区红火蚁 已经在监路里发现踪击 市府也请各里里长 巡视里内是否还有红火蚁的巢穴 希望透过清查的作业 将红火蚁的扩散防治 也期待为民众建立正确的防治观念 携手合作将红火蚁的危害降到最低 记者 廖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